欢迎再度回来 想要解决这波的缺要危机 谈何容易 尤其少子化冲击之下 儿童用药更是立刻出现警讯了 那么走进超高龄社会的台湾 人口严重负成长 二零二年一整年的新生儿 掉到只有区区十三万人 不仅是国安亮红灯 就连带引发另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我们的儿童药品 整体使用量大幅下滑 尤其现行健保制度之下 已经让部分厂商不敷成本 纷纷是以停产减产 或直接停止进口儿童药品来因应 而这样的潮流趋势之下 未来可以想见儿童用药 将会比现在缺得更凶 而其中新生儿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唯一用药缺货之后 根本是没有替代药物可用的 严重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致病 想有效化解儿童用药缺乏危机 到底该如何做 从供货 源头 再到用药精准如何来改善 我们继续带你追踪 疫情区换小儿科诊所的后诊区 人多了起来 就是有拉肚子 还有一点拉肚子 因为小朋友用药本来就是比较特别 他有一些用药剂或是一些量的部分 可能跟大人还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看的话还是希望 都是拿药都是去医院 或是有比较符合认真的一些医生去看 就比较不会想要去药局买药 最常见的我们就呼吸道感染 另外一个就肠胃道感染 这些疾病让越多孩子不舒服 代表相应的用药量会跟着增加 这时问题来了 其实儿童的用药很多都缺乏 特别像最简单的一个 连小孩子用的退烧药 普拿疼都没有 像肝门的退烧的塞剂 止吐的塞剂 要有些止咳的塞剂都没有 抗生素的糖价也是缺 一颗药假设胶长是两块钱 你做成糖价 可能至少要五十块一百块 卫福部食药署 西药供应资讯平台上 列出了许多建议使用 替代药品的品项 以抗生素糖浆与悬液用粉来说 万博酶悬液用粉 先是通报因为原料问题缺药 一度恢复供应后 却又通报决定停产 虽然有载民建议由医师评估后 选择同成分的药品替代 但这些替代药品中 其中一款氨蔑菌糖浆用粉剂 却也在同一时间缺药 而其他建议的替代药品 甚至只有定计 對小朋友來說 並不容易吞咽 另外用來止吐的吐伏栓劑 藥廠也決定停產 庫存賣完就沒了 何況在前兩年疫情的時候 小孩子的病人大幅大幅減少 大家防疫做得很好 小孩子也不敢去看病 那用量那麼少 廠商做了一大堆药 結果用出一部分少量 其他都報廢掉 然而兒童藥品跟成人相比 並非只有劑量上的差異 臺灣的少子化危機 衍生出兒童藥品缺乏的問題 特別是對於新生兒來說 如果不能夠及時取得藥品 協助抵禦疾病 可能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我們新生兒因為他們的抵抗力 相對來說是比較脆弱的一個族群 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這個部分 那它是我們小朋友 尤其是兩歲以下的嬰幼兒 常常造成急性的 下呼吸道感染的一個病原體 原則上的話 如果說以我們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因為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部分 有大概八成都是這個 呼吸道融合病毒造成的 新生兒的抵抗力相對脆弱 特別是出生三個月內的早產兒 一旦感染這種病毒 住進加護病房的比例高達七成 想要避免重症風險 卻只有一個減方 目前我們還沒有開發出 有效的主動免疫的疫苗 但是作為一個被動免疫的單株抗體 這個是目前我們唯一 能夠使用的一個藥品 曾經有發生過這個藥物 短缺的一個狀況 那那個時候就是面臨到 三個月以內的早產兒 或者是有些天心肺疾病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面臨到說沒有辦法 受到這個單株抗體 保護的一個狀況下 就有比較高的風險 有可能造成我們的這個 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感染 那這些小朋友一旦感染之後 他們就會有比較嚴重的急性下 呼吸道的症狀 在沒有替代藥品的現況下 該怎麼確保唯一用藥不會再次出現短缺 成了與台灣新生兒死亡率 密切相關的問題 而台灣少子化的趨勢如果維持不變 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缺藥的情況難保不會再發生 現在的少子化的人口已經降到不到13萬了 以前在我們這一代的階段 應該是25萬到30萬以上的出生人口數 那所以兒童的醫療 不管是藥品或者醫材等等 再也沒辦法靠飲料 來達成它符合成本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他們也舉個例子說某個品項來說 它一個生產線一出來就是30萬顆 但是兒童用不到8000顆 那誰會用30萬顆的價錢賣你8000顆 健保目前不是這樣設計的 所以廠商而言是完全不符合成本 後續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兒童字記的一些短缺通報 然後當然我們收到這些通報案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評估 它的一些短缺期間跟它的替代藥品 那我們也會同時把這些替代藥品的資訊 公佈在我們的西藥公益資訊平台 讓臨床端可以去購買一些替代藥品的部分 那另外有些廠商也有反映 因為製造成本增加的一些因素 我們現在也會跟健保署有合作 所以我們就會請他們去跟健保署這邊 去評估是否要提高一些健保藥價的部分 健保署也有其他的一些規劃 包括他們之前有提到說 由政府統一採購這些方式 假設我們現在才專案採購 但是如果這個藥品是屬於全球供貨 都短缺的一個情況下 台灣該找誰買 那台灣有什麼優勢 可以比其他國家更優先取得 所以針對目前的政府所提出來的 相關對策 我相信各界都還在觀望 那我們也是很期待說 可以有進一步的積極的作為 來改善目前的缺藥困境 此外雖然缺乏的兒童藥品 多數都有建議替代品項 但實務上還是會碰到一些困難 我們現在往往是沒有最好的 只好拿次藥 能夠替代能用就好了 不要管它是不是最好最精準的 那所以常常叫我們 把成人的藥物撥半就好了 撥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甚至以前有一種 甲狀腺素的用藥 我們要用到十分之一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十分之一怎麼撥 那只要那個一吹個風 那個藥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晚上會渴是不是 頭痛不痛 而科醫學會認為 十二歲以下的用藥 都必須要有醫師處方 才能把關藥物使用的 精準度跟安全性 當家長被鼓勵說 你就自己去買藥就好了 看完醫師 那些藥健保都不給付 都要自己買 他下次就直接跳過醫師 我們真的就碰過外籍的媽媽 他就把自己的那瓶藥 然後水就照樣淡 到一定的比例 減量去給孩子吃 結果那個孩子就因為 感冒藥裡面有抑制呼吸的成分 造成他呼吸抑制 結果感冒沒有變嚴重 因為藥物的副作用 駐到加護病房來 很多的家長其實並不知道說 其實是有兒童的專用藥 一個是他會根據小孩子的需求 給予適當的劑形 再來就是說現在兒童專用藥 其實它不苦 是好入口的 有清楚的藥品的外觀辨識 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藥品的安全性以及種類 另外就是說它的劑量 其實是非常好掌控的 吃什麼藥 藥怎麼吃 才最適合孩子 家長應該有正確的用藥知識 在領取或購買藥品時 睜大眼睛 如果少子化已經是拉高到國安層級的 嚴重問題 政府更有責任 擬定出更積極的配套措施 才不會犧牲了孩子們 應該享有的用藥安全與品質 歡迎回到新聞思想起 空前的吃藥海嘯來襲 又加上醫院大鬧又失荒 種種不利因素衝擊之下 民眾的醫療用藥品質面臨嚴重考驗 想要找解方 還得通盤考量 而非只是單純從帳密數字 只加量 感謝您收看 我是王欣怡 我們再會